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多数村民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警们反复追问的目标 就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宋某 警方怀疑 宋某与刚刚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大有关系 12月的内蒙古 夜间气温降到零下20度 村民老泥冒着严寒跑出来 是想确认一下给自家的农用三轮车有没有放水 而就在这时 一个可疑的撞击声把老泥引到事故现场 当时车在靠西门路边停着 车的右前方和公路的护栏接触着 车上什么灯光也没开 与忽兰相撞的是一辆本地出租车 在副驾驶位置导致一名男子 一动也不动 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从此这的头部渗出了大量的血迹 它至少就是头皮点伤 或者是开放性的颅脑损伤 这种才会有大量血流出形成血池 显然这起事故是正在行驶的出租车 突然失控造成的 但令人不解的是 事故发生后 驾驶员为什么没有及时施救 反而不知去向 应该是口意了 发生失负以后 一个是饮酒 酒驾 另外一个是他无证驾驶 这两种情况他会跑 出租汽车公司登记信息显示 这辆车的驾驶员 就是二道营子村村民宋某 宋某的妻子一再声称 丈夫根本没有回家 民警还是不放心 敦促她当面给丈夫通过变化 面对警方的上门调查 这位女子始终轻松自说 好像很确信 自己的丈夫不会出事 我知道肯定是弄错了 因为我丈夫是个很心细的人 她从来没出过事物 我不小心这是谁呢 我想肯定是弄错了 对于办案民警来说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在老练的技术人员眼里 事故现场的痕迹 往往传达出某些意想不到的信息 当时我们看了那个车的周围 没有任何的刹车痕迹 他的这个车的给我们的感觉 他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缓慢的 跟护栏有一个接触 不是说的是撞击 不是说车启动的时候 正常一定的速度就撞击 既然是缓慢的接触 轻微的碰撞 也就不可能对车上成员 造成生命威胁 那么死者头部的致命创伤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通常在伤上看 应该有头皮脸伤 如果不得 咱们分析应该是一个钝性的物体 这起貌似单纯的交通事故 倒然变得复杂起来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感觉像 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 很可能是谋杀或者踏杀 根据亲属辨认和DNA检验证实 出租车中的死者不是别人 居然就是驾驶员宋某本人 原来40岁的宋某根本没有肇事逃逸 而是在自己的车中不幸遇害 对他人的死因跟车祸没有太大关系 他是右后侧的头部受到了钝体的打击 根据伤口的位置推断 宋某应该是在夜间运营过程中 突然遭遇来自身后的野蛮袭击 而车祸不过是凶手有意制造的奖项 然后又被转移到车的副驾驶位置上 造成一种交通假象 这是我们最初怀疑的 有可能这样 如果警方的推断不错的话 案发前最后一位打车的乘客 可能就是杀害宋某的元凶 他是当时看照片 是他自己在前面开车 副驾驶位置没有人 这一个乘客或几个乘客 这都不好分析 而且有乘客 还是得乘家和副驾在后排坐 当时这个卡口也没有发现 此事宋某绝对没有想到 危险就在自己的身后 夜幕之下 唯一的身影来去匆匆 暗藏杀机 这意图非常明显 那么就是为了把宋某约上 约到指定 与指定地点 危急时刻 中年男子奋起反抗 却无处逃生 他能动的话 他得回来开这个车 或者是想办法去求救 最忙的一夜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出租车公司的电脑系统 清晰地记录了 每辆出租车的行车轨迹 案发之前 宋某驾驶的出租车 从城区出发 一路前行 在距离事故地点 70米远的地方 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车当时 在到这个地点以后 停车87分钟 这87分钟 这个车没有动过 如果是出租车司机 他不可能停在一个地方 停87分钟 他得跑活 87分钟 接近一个半小时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停靠边 坐前方的荒地上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个 极其可疑的物件 螺蛳刀的刀头上 有菱形的血痕 上面有红色的斑筋 据出租车公司证实 被害人宋某手边 就有这样一把螺蛳刀 大多数的出租车司机 因为他跑夜车 他需要一个东西防身 多数的出租车司机 都选择一把螺蛳刀 或者一个棒球罐 什么的 放在自己随手 可以拿的地方 警方推测 受到突然袭击后 身体健壮的宋某 并没有当即垮掉 对手拿起螺蛳刀 就该开车门 然后我也跑 在跑的过程中 这个犯罪嫌疑人 下车之后开始追 继续击打 从而发生了 看来撕扯活动 那么既然他拿了 这个防身工具 那么他又就 就应该也做了应用 那么有可能 犯罪嫌疑人身上 也有 也应该是受到 这个螺蛳刀的伤害 伸透在土层深处的 大面积血泊 无声地控诉着 行凶者的残忍 这说明这个人是在 应该是在受伤之后 失去抵抗能力 或者失去活动能力 或者是被人控制 移动不了的情况下 形成这么大的血泊 这87分钟 这个驾驶员指定不能动 他说能动的话 他得回来开这个车 或者是 因为离村子也很近 他会喊 但是这些都没有 难以想象 宋某到底招惹了什么人 竟然遭受如此惨烈的杀身之祸 和许多勤劳能干的村民一样 宋某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村里种着庄稼 城里泡着出租 城区监控视频显示 案发当晚十点十分 宋某的出租车回到住处 就此结束一天的奔波 他是每天晚上九点四十 接送一般一种学生 把一种学生送到家后 他开始返回他的出租房 开始休息 一年来 宋某总是按时出车 收车 作息很有规律 然而这天晚上 一名神秘女子的出现 打破了平静的一切 上面是一个半大衣 应该是女容服 戴帽子 帽子上面有点毛帽那种 颜色应该是深色的 裤子是浅色的 估计在冬天的时候 浅色裤子男同志穿的比较少 胯了个女士的胯包 穿着高跟鞋 从体摩特征看起来 属于那种非常娇修的一种 一个女女子 如果一个人去打车 晚上在十点左右打车 去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如果是一个男人打车 他可能这个出租车司机 他会考虑一下 他可能会推说会拒绝 但如果一个女人去打车 他的防卫心理没有那么高 难道就是这名女乘客 杀害了宋某 被害人身材比较魁梧 可以说身体也非常棒 那么一个弱小女子 如果我想 把这个说大的壮男 那么打死 再拖行放在车上 恐怕一人一个女子很难做到 如果命案不是这名女子所谓 案发当时 以及案发之后 他又身在何处呢 报案民警沿途搜寻 很快就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当时时间是12月26号的2点46分 在他们家的监控录像里面 出现了一个人 步行的一个女子 自动往西走 这时 女子突然做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动作 她一开始在路的中间走 之后 完了走到路边 她就是 她这个动作 就是在躲避这个监控 不想让监控拍着她 可疑女子 有意躲避监控的动作 似乎表明 她不是第一次 路过此地 果然不出所料 在案发前两小时 这名女子 从西向东 进入了监控区域 这一女子出现的时候 出租车也出现了 拉上这个女人以后 这一女子坐的也是副驾驶后侧 坐上车以后 这出租车又翻回去 出租车离去的方向 正是宋某所在的县城 出租车司机证实 当时一名女乘客 打电话约车 上车后 显得非常焦急 她这一路催我 让我快点开 快点开 说家里人病了 完了 但是她没到医院就下车了 这一点 她当时完了 就多看两眼 而且她非常肯定的 说打车的这个 是一个女人 民警注意到 女子下车的地点 距离被害人送某的住处 不到一百米 而女子到达的时间 又恰好是宋某 照常收车的时间 从这个女子 打车下车 到正好赶上宋某 车收车回来 我们分析 不完全是巧合 应该是对她的生活规律 非常清晰 至此 案情的碎片 拼合到了一处 而神秘女子 在这起命案中 所扮演的角色 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么这个女子 下车从上面 打出车车下来 到这又打上出车 又翻上去 这意图非常明显 那么就是为了 把宋某约上 约到指令 与指令地点 当时就分析 是不是合谋 事先有人埋伏好 作为突然袭击 当时有这种怀疑 可是 星雄哲 为什么要谋害一位 出租车司机 他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难解的仇怨 同一个晚上 中年男子在出租车里 惨遭谋害 而同村的女子 又在针所中 灵起丧生 难道 这只是一种巧合 当时看起来表现 她丈夫不知道 她丈夫进屋以后 就开始喊 喊她妻子的名了 来路不明的伤口 诡异反常的举动 凌晨时分的乡村诊所 疑云重重 她既然说是 不顾这个损伤 只要洗澡 或者洗头 她肯定是想 掩盖什么 或是洗掉什么 最忙的一夜 天望满目正在播出 一向坐视谨慎的宋某 竟然被骗出城 惨遭谋害 她的妻子坐思又想 也想不出 宋某以前得罪过什么人 以至于 对方一定要置她于死地 这有点不可思议 再说 这要发眼上出人命吗 再说 他有不少害我丈夫 我早知道 那有不少害我 当然就发生得不得不信 警方认定 蓄意杀害宋某的凶手 应该就在 他的熟室门中间 这是安装在 二道营子村 主要路口上的监控 凌晨2点30分 一辆摩托车 悄悄驶入村中 在农村凌晨两三点钟 出现的人 并不是路上行人 或者并不是很多 那么恰恰这台摩托车 又是在发案以后 而且是可疑人员 行走的方向 那么就要把它作为重点 所以说就 这个白头盔 红摩托车 黄大一这个人 纳入世界 这个神秘的夜归人 可能是谁呢 二道营子村 比较偏僻封闭 村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 但是 其摩托的人包裹得很严实 谁也看不出他的真面目 反倒是频频出现在监控下的可疑女子 让村民们产生了 似曾相识质感 经过这个村里的村外部辨认 这身装扮 像是他们村 康某的衣服 穿着像塌子 凌晨四点 大多数村民 依然沉浸在睡梦之中 有什么 我跟我一起到海关天 出来的是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名字叫徐某 是这个村的医生 村里人都管 叫小大夫 有啥事 有啥事 徐某的妻子 躺在诊所最底侧的一张病床上 身上还插着输液管 他之前因为心脏病 在医院住个院 治疗过 治疗过完了 好转一些又出烂了 这么过程 村里人很多人都知道 他有心脏病 咋了 大120 不中了 人不中了 大120 当时看那些表现 他丈夫不知道 他丈夫进屋以后 就开始喊 喊那妻子的名字 摇晃的妻子 而且显得非常惊讶 年轻的村医 焦急万分 因为他已经感知不到 妻子的呼吸和心跳 眼前的情景 彻底排除了这名女子 参与作案的嫌疑 那么一个病重的人 从家里打车到临栋 而且作完以后又步行 几四公里 感觉是一个病人 很难完成 不可能 也不可能完成 首先考虑到 是不是我们的侦查思路 有问题了 或者侦查方向错了 我们的侦查员 也就结束这次调查 就在走出这户人家的过程中 一辆红色的摩托车 引起了侦查员的格外注意 就是在摩托车的仪表盘 和油箱盖上 有两滴滴落的血迹 这个血迹比较可疑 因为这个位置留的血迹 只有一种可能 驾驶人 男主人徐某告诉民警 这辆摩托车由他一人使用 上面的血迹 可能是蕴羊肉时滴落的 在双方的交谈中 侦查员突然注意到了 一个反常的事实 他们家就是明显的温度 不是很低 睡觉的时候 感觉没有必要戴帽 但是他戴了一帽 咱们对这点就挺怀疑的 难道他是用帽子掩盖什么吗 在徐某的左面部上 竟然有一道新鲜的伤痕 还在渗血 这是新鲜的擦伤 活动性出血 这个让人一看到的这个伤 应该是当天形成的 他自己说是25号中午 他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喝了点酒 跟他妻子吵架了 跟康某 吵架以后被康某用酒瓶打了 在徐某的农发深处 还藏着一处更深的锐气伤 这一下子激发了民警们的自然联想 我们在现场提取的螺丝刀是平头的 而且他的这个伤口的宽度 当时看应该和这个螺丝刀形状相似 徐某一手经营的诊所 要具齐备 可是 他对自己头上的伤口 却不做任何包扎处理 更为反常的是 他的头发居然还是湿漉漉的 显然是过水了 而卫生间壁面上的水迹 也分明显示 一场淋浴才刚刚结束 作为徐某 他是一个医生来讲 身体表面的这种擦伤 或者是皮肤脸伤 他很明白 他应该是避免水洗 容易感染的 他既然说是不顾这个损伤 只要洗澡或者洗头 他肯定是想掩盖什么 或者洗掉什么 侦察员敏感地意识到 这些反常举动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据知情者透露 徐某和被害人宋某的妻子之间 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利用宋某到现场跑出租的空档 两人时常优惠偷情 这在村民中间 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可是作为本身过错的一方 徐某怎么会产生杀人作案的念头呢 因为这不就是人命案 再说他这种账务无怨无仇的 为什么 这不可能 我要公私教育 这不可能是 最为关键的是 即使徐某又一作案 他好像也没有作案时间 几天来 他的妻子心脏病发作 作为村医和丈夫 徐某一直在忙于救治照顾妻子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完了其中有一个村民 想去他那开着吃藤药 这个徐某直接就说了 说我今天忙着抢救我妻子 我没时间 你明天再来吧 然而随后的调查证实 这一切只是徐某刻意制造的假象 冒黑眼的炉火 烧不尽的罪证 可与物品重见天日 装饰用的 它不是我们正常农家用的东西 应该就是女士背包 上面的装饰品的铁花 本以为能够杀人于无形 去不了风云突转 精心的算计 悬盘落空 然后我当时快洗吧 啥得先洗干啥呢 那灯 那灯 那灯那个啥呢 洗洗澡 洗澡门洗澡 然后警察就让我脱火 最忙的一夜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假象的破裂 往往是在制造者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法医的检验结果显示 徐某的妻子 在九个小时以前就已经死亡 也就是说 案发当晚的七点 他就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对此 徐某有可能察觉不到吗 晚上七点钟他起了死亡 如果说人们在农村 农村休息时间应该是十点钟左右 在这三个小时期间 他没有发现 他作为一个大夫 那是不可信 也是不可信 也是不可能的 警方推断 徐某明知妻子已经死亡 却刻意隐瞒了这一消息 并且利用此后的几个小时 外出作案 例如人们这个心理 她在抢救的妻子 她在抢救的妻子这个时间 她去作案 在人们心理当中 她没有这个作案 假如真的是徐某作案 那位以打车为名 诱骗被害人出城的女子 又是谁呢 这是茶几上的一堆物品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妻子康某的身份证 合作医疗本 几张小面额纸钞 显然 这些东西是临时堆放在这里的 这些东西 碳应该是 她在屋里翻一个包的 把包里的东西全拿出来了 现在这个包去哪了 这样我们侦察员 就在她家的锅炉 还有灶堂进行查找 那么在查找锅炉的同时 发现了锅炉里 有刚刚燃过物品的痕迹 就是从把碳拿出来以后 一点点清理 在清理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 有这个大衣的扣子 然后所穿的皮鞋的鞋公子 还有铁环 四个铁环 这个铁环这个东西 应该就是装饰用的 它不是我们正常农家用的东西 应该就是女士背包 上面的装饰品的铁环 最后 侦察员在锦邻锅炉的储物间中 又发现了一个 形貌可疑的锤子头 十公分钟 有的锤子头 整个锤子头已经过火了 都烧了 完了 木边没有了 徐某根本没有想到 已经销毁出力的罪证 一样样都被警方找了回来 他再也无法维持一副 无辜者的模样 随即承认 自己就是杀害宋某的 唯一凶手 原来 宋某察觉到妻子 与同村男子徐某有暧昧关系 但是他并没有深究 只是让妻子尽快搬到县城 和他住在一起 吕某感念丈夫的宽容和用心 也决定趁此机会 了断这段荒唐的婚外恋情 我跟我丈夫已经联系好了 都是打电话了 放假就到林农兰 然后就打算 搬到林农兰住了 我当时也想 如果我到林农兰了 我和他联系了 与我丈夫了 也许他就能改变一些想法 他也能好好过日子 然而 此时的徐某已经不安于现状 他一心要与吕某长相厮守 为此不惜抛现眼前的遗弃 他只是说 如果你感觉 要是在这村子里 害怕别人嫌碎的话 我可以带你走 如果去吃梦 去那梦 在那儿 其实我都可以 然后开个药店 或者说你什么不干也可以 然后我有医师证 然后到哪个医院 他们都很高兴用我 我也可以养你 养这个家 案发当晚七点 发现妻子已经去世后 徐某觉得 自己离梦想中的生活 更近了一步 他在这边 他已经没有扣布之忧了 他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他身体的唯一的一障碍 就是肃膜 他有这个身体优势 因为他身材比较矮小 还比较瘦弱 从这个酒的分析 他男朋友的条件 是比较好的 任何人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能够猜出 徐某想要做什么 然而 他一直变成 自己根本没有杀害宋某的打算 从来都没想过杀人 我也没那个狠情 你说杀人 你法律最终不懂 你这一点也好过 板城女人的徐某如其所愿 顺利将宋某骗出长区 一路行驶到贫僻的地段 他觉得下手的时机成熟 突然袭击 又是铁器 一下至少把人家打晕 但是没有出现 他想要的这个效果 结果是被害人奋起反抗 造成两人搏斗 搏斗之间 他本人也形成伤害 更让徐某没有想到的是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 充分发挥多镜中 合成作战的优势 现场勘查 实地排查 视频追踪等多路侦察小组 同时展开工作 案发后还不到三个小时 侦察员就已经排查到 徐某的家中了 一拍会儿回家 一看买脸都是洗 都看不出人来了 然后这手 手上现在还有好多拔了 咋的呢 然后我相信快洗一巴 咋的先洗干净呢 洗澡门洗完呢 然后警察在外面给我 我什么 我关注的 还关注 别费 你如果想通过非法的手段 或非常规的手段 来追求所谓的幸福 不但达不到目的 而且会给家庭和社会 都会造成一种悲剧 从徐某家洗脸盆边缘 和摩托车把套内侧 技术人员及时提取到了一些 可疑的微量血迹 后来的检测结果证实 他们与被害人宋某的DNA高度吻合 警方用完整而有力的证据链 牢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行凶作案的事实 热闹的聊天室 年轻的男男女女 疯狂的表演之中 隐藏着罪恶的交易 深居简出的情侣 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严密的网络背后 谁是真正的高手 寻找独魔供 片网栏目近期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